非常不忍心看到國會裡面 再發生任何衝突的狀況 而且也不忍心看到很多的民眾 自動自發集會在立法院的門前 他們是在表達自己對國家未來前途的憂心 早上我們請對政部警政署 即時的掌握各種狀況 我同時要求警察最重要的責任在保護人民 對於所有集會參與的民眾自身的安全 都要做到非常周到的保護 嚴禁現場發生任何不法的滋擾事件 保護人民是我們警察的天者 希望所有的同仁們能夠盡到這一點 另外國會議員依照立法委員 行使執權的保護辦法 每個個人本人都能依照需要 提出各種的安全的保護 這一點也要求我們的警政單位 能夠一本行政中立依法行政的態度 對他們所提出的要求做妥善的處理